Hello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1,2,1,2,3 今天的来宾是吴聪明 他是台大经济学系的名誉教授 曾经担任过央行理事 不过老师大学的时候是念电机系 研究所是念政大气管所 之后才跨足到经济领域 到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 今天会访问吴聪明老师主要原因是 他在年初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 台湾经济400年 这本书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老朋友 庄瑞琳总编创办的春山出版社所出 虽然厚达500多页 但其实非常好读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经济学的理解的话 会比较容易 我们今天聊了为什么他想要写这本书 吴老师的研究专长是台湾经济成长 所以他回推了他在退休之前 有兴趣的几个时代 包含了日治时代 二战后的发展 以及更早期的荷兰人时代 这也就慢慢构成他这本书的内容 另外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讨论政府管制这件事情 老师用了前阵子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蛋黄事件为例 来跟大家说明和解释 政府管制可能造成的问题 我们另外也聊到 老师为什么会从电机系 转到了气岩所 最后又跑去念了经济学 为什么他会说 他的人生就是没有计划呢 另外台湾经济400年这本书呢 我也已经在周三的阅读提案中分享 里面会有更多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 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哦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吴聪明 老师是 现在当然已经退休了 不过我看过 我看到你的资料就是说 你从可能一开始大学念电机 然后转商 然后转经济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为什么会想要去研究经济 而且一路走到学术这条路上呢 这个有人觉得说人生是可以规划 我认为我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 我的人是乱七八糟 OK 对就一开始走 然后走到某个时间好像有点走不下去 所以我就反正改变一下 对 那我原来读电机嘛 就高中毕业 我平中中学高中毕业上到台北读电机 那比较简单的答案是说 我为什么会转出电机 比较简单的答案是说 我后来发现我对电机没有兴趣 对 但是我刚刚那个答案其实不是很正确 应该是说我在读电机的时候 觉得我对电机没有兴趣 那这里面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那个年代 台大电机系的老师的授课情况 我认为不是太理想 不是太理想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今天以我来讲 从屏东上来 一开始不会鬼混嘛 这个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去努力去学校上课 好像没有办法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那我必须讲说这个两个因素 一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天生能力 可能不是太好 但是另外一个是说 其实老师在教东西的时候 我认为他没有把 底下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应该怎么样讲 才会让这个底下的学生 能够了解所有这些事情 就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大师毕业以后就想说 那我就不要再读 因为读书没有乐趣 那我们那个年代 跟现在学生 可能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现在学生说 读书本来就没有乐趣 但是你如果能够 一路上去的话 你就总是会幸福快乐 我们那个年代 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刚才讲法是 有点半开玩笑的 不过要玩 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件事情 那我的父母 我父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 是非常贫穷 所以他们对于读书 大学这个事情 也都不是太了解 那他好处是 他也不会给我压力 对 所以我如果觉得读书 没有什么乐趣的话 那我毕业以后就要去当兵 好像也顺理成章 对 那有趣的是我在大师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同情是 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 同情是有一位 他那时候是土木系的 那土木系 他们那时候有几个 土木系的同班 他们比较跟得上时代 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说 未来的发展 气管好像是一个 蛮重要的方向 所以他们就 有在往这个方向 再努力就这样 那我这个同情是的 就跟我讲说 吴聪明 你也可以来考气管 我根本搞不清楚 气管是怎么回事 我就去考 那我这个人就 其实没什么能力 但是我这个人 好像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考试的运气 都还蛮好的 OK 后来我就考上 政大气研手 是 考上政大气研手 这边还可以再多讲一点 那我就先去当兵 因为那时候 真的觉得读书没有乐趣 我现在如果 非常模糊的想起来 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那一班 有点特别 那我说在高中 在读某一些课 我印象中 我在读物理的时候 好像在某个东西 老师 其实老师也没有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班上 有一个还不错的讨论风气 这样 这好像是这个样子 我对于理解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 这件事情是 有乐趣的 我后来发现 不见得每个人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好像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高中 上到大学 还是读不懂 真的读不懂 那所以 好像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回到 我去考上研究所 先去当兵 当完兵以后 我在大同公司 做了三个月 但是那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做了三个月 到了差不多九月的时候 其实这个故事 写在我的一本教科书里面 我就开始问说 那要不要去读 正大起研所 对 那没有一个人跟我讲 我现在回想 没有人跟我讲说 那个读书非常有趣 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这个考上不是太容易 OK 好像也是一个 好像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讲法 对 在大同公司后来 我就去读 正大起研所 读了两年 那个转变是这样 OK 那我可以多讲一点 后来发现 正大起研所 也蛮无趣的 OK 那为什么会念经济呢 这边就变成 正大起研所读了两年 读了两年以后 这个受到 我那时候一个 电机系一个好朋友 叫程天之 他后来当了 那个国发会的主委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学校差两号 所以彼此是蛮熟的 那他那时候大学毕业 他因为胃肠的关系 肠胃的关系 他是好像不需要当兵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开始工作 我们那时候在外面 租一个房子住 然后接下来就想说 那接下来要干嘛 那正大起研所 我也必须讲说 我还先讲一下说 我自己脑袋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就 但是读下真的没有乐趣 就想说要干嘛 那我快毕业 我就去 已经都去找工作了 对 找工作的对方也说 好 欢迎你来我们这边工作 这样 在那个年代 不晓什么原因 我跟我这个 程天之 我们就说 那我们要不要来申请出口看看 那反正就做做看嘛 试试看嘛 那我们那个年代 申请出口跟现在也不太一样 现在申请出口就 两年级就开始准备啊 补脱壶 补GIE 我那个一概都没有 OK 对 一概都没有的理由 不是说我很厉害 其实不是 就觉得说 要不要做也不是很确定 那接下来就面对 面对一个问题 那我要申请读什么 对 七言锁就觉得不用 读过了嘛 也不是 读过也是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乐趣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问的是在读PhD 对 电机的话 我在你里面问到 我在 郑大七言锁的 第一年 曾经在外面打工 其实比较像今天的intern 那我那时候做的是 一家小小的电子工厂 非常小 那电子工厂工作 其实我那时候才发现说 哦 原来我在大学读的这些东西 是这些东西 我那时候当下 其实有一点感觉到说 这个东西 我应该是有兴趣的 好 不过在申请出国的时候 就觉得说 因为我觉得我电机没有读好 我不敢去申请电机 七言锁我觉得就不用了 那在大学年代 不晓得什么原因 脑袋也没有很清楚 就觉得经济好像有一点重要 那我其实不懂经济 我也修了一些经济学的课 但是不晓得 成绩也还可以 但是不晓得在学什么 呃 就电机其实有一点点兴趣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 气管我觉得就不用了 那我们就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经济 就这样 嗯 你看我的人生好悲惨 但是经济 应该是显然你念出了一点兴趣了 这个需要一点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啦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啦 就是我刚说 哎你你你也读过经济嘛 对不对 我如果问你说你经济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可能讲的也是有点模模糊糊 对 那我认为人学东西的过程 的确是这个样 一开始你说你除了你运气非常好 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老师 然后课堂上的气氛又非常好 要不然你要在那个一年的当中 把一个经济学基本东西要掌握非常确实 其实不是太容易啦 我必须讲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在出国读经济的时候 我申请的学校 我那申请需要不敢申请太好的学校 那但是申请后来有四家学校给我奖学金 嗯 四家学校给我奖学金 我后来的感觉是因为我 我有电机的背景 所以数理的能力应该还可以 对 那我至少读了MBA MBA跟经济好像有点接近 至少对美国人来讲 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是还是有点点接近 是 那我去了以后就读 反正PhD嘛 那我第一年在Indiana 那第二后来转到Rochester这样 我后来也算是顺利毕业 但是我觉得我在读博士学位的阶段 我认为我会毕业顺利毕业 是因为我的计算能力好 那我的计算能力相较于我的同学来讲 是也还可以 OK 那但是我有个严重的缺点 我现在跟学生这样讲 就是说因为我原来是电机跟政大企业所 我经济学的基础其实不好 这这样有点抽象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刚讲那个淡的那个例子 经济系的学生 你学过经济学 学过个理经济学 你问他说 为什么会淡荒 我认为99.9% 讲不出一个收益 那这个有两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说 这里面有个市场机制的概念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淡这个市场本身 你要花时间才能够理解 所以你花时间去理解 那个淡的市场运作 你非常清楚 淡从产地到市场之间的流程 你如果非常清楚了解这个东西 我问你说今天会发生淡荒 而且你非常了解市场机制 你应该会讲说 这里面有一些不太对的东西 大概你只能讲到这个样子 你要把它讲得非常透彻 你就会变成是说 你两边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 就市场是怎么运作 你要非常透彻 然后那个经济原理要非常透彻 市场机要非常透彻 你才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 OK 好我这样讲 我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大概只有一个东西 计算能力 计算能力 你给我一个东西 我就算了算 这个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基本上 对于那个市场 其实其实不了解 我现在都非常坦白讲 我年纪够大 所以可以讲这个事情 那回来就开始教书 这个东西可能是说 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反正努力把它做好 我在教书的过程当中 教那一大二的经济学 跟那个中级经济学 我花点时间 慢慢去 应该是pick up 这些经济学基本概念 然后我也算是 花时间去 真正去理解 某一些市场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了 所以可以说是 你开始教书之后 然后才开始更 对于经济学这一块 更有兴趣 跟更多研究 兴趣有点抽象 对不对 因为反正我就运气不错 就回到台大教书 台大教书 有人给我一个通过 我就好好努力 那好好努力的话 人的兴趣是这样 就是你今天 假设你去学校教书 你花时间准备 好像学生们看到一个 年轻的老师回来 OK 好像他也算努力教书 所以学生也觉得 对你还不错 那你就觉得 你好像对他 有一点点兴趣 我刚要特别要讲的是说 我对经济学的理解 我了解的多深入 我认为是要花 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比较清楚 老师 这个是年初嘛 除了这一本 二月 二月下期 对 台湾经济四百年 那台湾经济四百年 我知道它是一个三年的 花了一些时间的专输计划 是 然后 其实我前几天 也有在YouTube上看到 大概21年 就有一个讲座的时候 就已经有稍微提到 你在写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 那那时候那个部分 主要是聚焦在 比较现代经济的 就近代经济的一个开始发展 包含了可能 薪资啊 管制啊 外汇管制啊 等等的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这个写作计划 如果回头来看的话 是怎么样一个发展 然后为什么会是四百年的一个故事呢 台湾 其实有一些重要的议题 对我来讲 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一开始是重要 但是它到底怎么会是 其实不见得会非常清楚 不见得会非常清楚 然后就开始慢慢做 整个做 大概一开始 其实作战后初期那一段 就恶性物件的膨胀 那这里面也有一点点细节 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 那后来 就慢慢发现说 有个日本统治时期 好像很重要 那一般谈这个东西 都觉得说 它很重要 但是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 深入的研究 其实没有太多 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 这个应该 也不是一点时间 其实我后来就 比较长一段时间 我的重点是 focus在日本统治时期 在时间跳快一点的话 大概可能到十年前吧 或者再更早一点点 十二三年前 我就开始注意到说 荷兰统治时期的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做的 更早之前 就荷兰统治时期 一六二四开始 那我自己本身 对台湾历史有一点兴趣 所以以前就读了一些 历史学家写的东西 那历史学家的切入点 跟经济学家切入点 不完全一样 那你自己本身 有一点经济的背景 那我当然不是非常清楚 老师是怎么样强调这一块 那我自己在教学 我就讲说 经济学是科学 科学是解释现象 那历史学家 他们在谈荷兰统治时期的时候 他就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把那时候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把它整理出来 不过他们不见得 会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是互补 我就经济学跟历史 好像就是互补 那跳到差不多十二三年前 我就发现说 我其实读了不少 荷兰统治时期的东西 那个历史学家写的 读一读 我慢慢就发现说 其实里面有一些议题 好像是一个 从经济学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 对我来讲 可能是有趣的 而且资料上 我觉得好像 我可以做一点点东西 就这样 好 那所以 我就 刚七八年前 十年前 我就写了两三篇文章 谈一下 荷兰统治时期的东西 那后来 回到日本统治初期 对我来讲研究 不是说一下子 我就懂所有事情 是不是 就是说一开始懂一点点 后来发现 你懂得好像不太对 不太对 就开始问说 我为什么原来懂得不太对 然后接下去就 如果运气好的话 你就发现说 好像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去理解这些事情 对 那我要讲的是讲 比如说日本统治初期 那日本统治初期的话 我更早以前 就读日本统治初期的东西 那其中有一本书 非常有名叫 《死内园忠雄》 叫什么 《死内园忠雄》 他叫 《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那我受这本书 影响上是蛮大的 那反正 我很早就读了他的东西 那他也谈 日本统治时期的东西 但是他对日本统治初期 没有讲非常多 那我写这本书 后来才发现说 日本统治初期 如果常 比如说从1895 1896 差不多1905 那个十年当中 其实对台湾来讲 非常重要 我书后来有好几张 写这一块 对 我刚讲说 荷兰同习 我做了一下 就后来就回来 做这一段 那做这一段 有一个重要的 你说副产品 这副产品是 我自己研究 本身要看资料 所以我就会去 看一下那个 日本统治初期 他们做了一些调查研究 从这个调查研究里面 我就可以了解 清末台湾是怎么一回事 那清朝同习 台湾基本上 没有任何资料 有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但是那个描述 我认为都不是太可靠 我说不是太可靠 是说不一定他是错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他 他讲的是可靠还是不可靠 但日本统治初期的 这些调查是非常 我基本上是信任他们的 好 那所以 回来做日本统治初期 就好像让我能够了解 清朝统治末期 我这样讲的有点快 但是 其实每个阶段 都要花一点时间 要靠一点运气 等等之类就这样子 那我再开始回到最后这一段 因为我刚讲 我大概30年前就开始做 1945到1949 就二性物价膨胀 我在开始写书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说 那一段应该对我来讲 应该不难写 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研究 对 我那时候知道美元非常重要 美元是从1950到1965 我知道它非常重要 但是我在写书 是差不多30年前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写那一段 为什么没有办法写那一段 因为不知如何谈起 为什么 美国援助那一段时间 这个是这样 就是你写东西 你可以说 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对 但这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我要解释它 OK 我要解释它 要解释它 这东西非常困难 对不起 这样讲好像有一点 就是要你解释 要解释一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现象你描述一下 然后你开始有一点点猜测说 这可能是什么样子 然后接下来你要有证据 跟别人讲说 这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样子 三年前我认为 我没有办法写成这个样子 OK 我当然可以讲 美元 他就每年给我们多少钱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对 但对我来讲 那东西没有意义 不是没有意义 就是那东西写跟没写 差异不是太大 没有解释性的 没有解释性 OK 没有解释性 对 那你要解释性的话 要有证据 然后你要有 有时候是你要 首先你要有一个推论 然后那个推论 也不见得马上就会有 对我们来讲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去 你慢慢形成说 这个推论应该是这个样子 接下去 就是说 我有点从我刚讲 就是你要有证据说 我讲的应该是对的 OK 那这个是最困难的部分 那我后来 我觉得我运气不错 大概两年多前吧 我就慢慢发现说 我可以从某个角度切入 然后我运气非常好 刚好又找到一些资料 所以我就可以讲 那个整个美人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 我叫吴聪明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那个第一个 所以说那个切入点是什么 就是美元发生的事情 就只是发生 我们可以回去看当时的一些记录 那所以那个不同的切入点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些运气 才找到一些证据 就比如说美元的重要性 从大概1960 国民政府官员就讲 那我里面赢的那个尹宗隆德 他尹宗隆也讲说 美元非常重要 然后他怎么样讲美元非常重要 他大概也同意说 美元一开始的话 让台湾的物价稳定下来 他其实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那个结果 他上次看得到 然后接下去他就说 但后来他就台湾就经济开始成长 那尹宗隆有点特别 尹宗隆在1963年他就过世了 1963年一年他就过世了 所以台湾真正的高成长 他没看到 他没有看到的时候 他在1961就写了几篇文章 他通常有一些演讲 写了几篇文章讲说 美元对台湾为什么会重要 然后他的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说 台湾那时候 我们有一些四年经济计划 有两级的四年经济计划 那这个东西要推动这就要需要钱 美元给我们钱 所以我们的经济就发展起来 OK 那他1963他就过世 所以他其实后面没有看到后面这一段 那你现在就看 网络上的文章非常多 你就说台湾为什么有高成长 就有各式各样的讲法 就有各式各样的讲法 比如说举一个例 其中有人就会讲说 那因为十大建设 我们在197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 因为推动十大建设 所以我们经济就开始成长起来 对一般人来讲 他可能课本他就跟他这样讲 那或者是说媒体就跟他这样讲 他就说OK 好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以后在讲台湾的高成长的时候 他就讲说 那十大建设非常重要 那研究不是这个样子 研究就变成是说 我们要把资料摆出来 对 你把资料摆出来 你就发现说 台湾高成长节点是1960年代初期 起点 是起点 对不对 所以是起点的话 十大建设是在1970年代 他不可能 因为十大建设就带动台湾的高增长的起点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 那这个东西 比较容易讲说 你这个讲法不对 但是其他 比如说 我刚才回到尹仲了 尹仲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推动 我们有四年金钱计划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推动 我们要推动说 美元就给我们钱 那美元就配合台湾这个金钱计划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经济就成长起来 这个讲法 你如果想一下 你要讲他对或不对 其实非常困难 不太容易反驳 不太容易反驳 或者是说 你没有正细讲得非常明确 你也不知道他讲了对或错 对 那我后来 我运气不错 就是 其实我是先追踪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书里面有讲 就是台湾高成长一个 就应该是这样 稍微退一步来讲 就是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 台湾的学者 国外的学者 对我来讲 国外学者写的比较有帮助 国外学者他讲了一些东西 国外学者对台湾 其实蛮有兴趣的 因为台湾的高成人 在人类历史上 其实是蛮少见 非常罕见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想要了解台湾 那国外学者了解中文的 其实不多 这个也是一个fact 那对 台湾也了解美国非常多 因为我们语文 对我们来讲语文 是我们的second language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要研究台湾 大概 国外的学者大概只能看到一些 已经翻译成英文的这些文献 或者一些统计数字 一些中文的文献 他经常是看不到 看不到 不过话说来 就是说我自己认为 国外的学者对台湾也不见得 那么有兴趣 应该是 没有 这个蛮自然的 我会说 这个东西蛮自然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留下一些研究 没有非常 有非常多 但是我自己认为 比较可靠的 其实没有太多 不是比较可靠 就是说 真正对我来讲 讲到重点 其实没有太多 好 那我刚讲 这当中还是有一些 对我来讲 我缩益非常多的 好 那我就看看 整个慢慢 就开始慢慢 注意到几个点 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是1958年 1958 1958我们有一个 汇率跟贸易的 本来有一个管制 管制就开始解除掉 那这个管制跟解除掉 国外学者谈这个东西 他们是从经学角度出发 那台湾历史学家 有人谈这一块 那谈的时候 他的谈法是说 那个是非常关键 但是历史学家写这个东西 他对经济 其实也没有好的训练 不过反正 就你把这两个拼凑在一起 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加在一起 1958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改革 解除管制 国外的学者会跟你讲说 在经济学上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重要 整个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以后 我就开始注意到说 1958 这个改革 那接下去 我自己本身的研究 因为我从国外回来 我就做了 二性物价膨胀 那物价膨胀 在经济学的讨论里面 是讲说 二性物价膨胀是一个 货币现象 这个我非常找 我就发现说 其实二性物价膨胀 是管制的结果 管制什么 管制 就经济管制 OK 那经济管制的话 这个有一点点细节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讲 一点点细节 就这个管制造成 货币供给 没有办法控制 货币供给 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就造成物价 二性物价膨胀 它过程其实是这个样子 那在那个年代 我做的时候 其实我就做 1945到1949 我没有去问说 那如果1945到1949 有这样子的管制的话 1950以后 应该也会有 这样子的管制 因为那个管制的背后 是整个中央政府 它整个财政崩溃 那1945到1949 中央政府是在中国大陆 那台湾就省政府 对 所以那个整个中央政府 财政崩溃 等于是压力 就加到台湾省政府上面 所以我们才产生 二性物价膨胀 1950 我们的财政崩溃 应该是更严重了 那因为整个国民政府 就策略到台湾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应该 但是回到你刚刚问 那个问题就是 我一开始做研究 做1945到1949 做完 也不是做完 就是做一个段落之后 我没有去问说 那1950以后 应该有另外一些东西 同样的情境会出现 那国民政府是怎么度过这一关 后来就接回来 就接到1958 1958我确认它非常重要 经理学校跟我讲说 它非常重要 所以1958 为什么会有一个管制的解除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那一开始的整个方向 都指向说 我这里面有一位 尹仲荣 他是主张要改革 那这个也make sense 我所谓make sense 是说 国民政府里面有不同的人 有一些他是主张管制的 里面一个算是 我用他出来当代表 其实管制概念的人 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就讲 徐博人是一个管制的代表 那尹仲荣是一个解除管制的代表 那这样子的话也make sense 对不对 尹仲荣就 后来尹仲荣就胜出 大概是这样 后来研究开始做了以后 才发现说 1950年代初期 尹仲荣是管制的代表 所以等于是反过来 也没有反过来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也许从1950一直管 管到1958 突然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继续收下去 所以它有改变想法 我有一段时间 过去两三年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 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就觉得说 那接下来我就问说 那尹仲荣观念为什么会改变 对 文件上也有一些讲法 你很难想象 文件上有一些想法是说 因为我给他一本书 然后后来尹仲荣读了以后 他观念就改变 这么简单 我这样讲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头绪 讲这个 这句话是蒋寿杰 那蒋寿杰他后来是 经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那他后来是 中央研究院的院董事长 这当然也不无可能 这个当然也不无可能 还有还有一些其他的讲法 那就是变成说 那所以我刚讲说 1958会改变 是因为尹仲荣的想法改变 那因为有人一些努力促成 他观念改变 所以尹仲荣在那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那个整个证据就改变过来 我大概有 应该是两三年当中 我就一直想要再多找一点点证据说 这个东西到底对或不对 后来才慢慢发现说 那个讲法是不对的 尹仲荣观念其实没有改变 所以他还是想要管制 他我书里面就后来有写这一段 真正的在这里面 整个管制会解除 因为管制 我刚才讲一个点 就是1958年4月那个点 但是后来其实有 如如续续续 在1958 5960 有几个其实推动几个 其中一个非常有名叫 19点财经措施 这个在一些早期的课本里面 都会提到 但是都是就是讲一下 也不是讲的没有非常清楚 对 1900财经措施里面 我有一张叫8点财经措施 对这是美元的那个分数长 他所提出来就这样 后来才发现这整个事情 这整个事情 那58年4月会 整个会改革会通过 其实是美元在非常努力的在推 而且不只是从 1958 59 从1950 差不多最慢从1950 就开始在推这个东西 那推这个东西是 我简单讲那个故事 大概就是说 美国他们 美元到台湾来以后 他们就觉得说 第一个台湾的经济要稳定下来 一开始是 二性物价膨胀非常严重 我们的财政支持非常严重 那接下来就说 这东西要解决 那对美元来讲 这部分其实比较容易解决 因为他们其实 进来钱非常多 那你 你就是他给你5G设备的话 你就自己不需要再花钱 买5G设备 所以那个部分比较容易解决 1954年之后 美元整个努力的方向 是希望国民政府 把那个管制的思维 把它解除掉 那这个非常困难 我后来才慢慢发现 这个东西非常困难 我们这样讲 就是我是国民政府官员 我一辈子都认为说 管制才能让经济发展起来 对你是美元 你进来以后就跟我讲说 不要管制 不要管制 对 你看你怎么说服 那他们就 第一个是 给一点压力 然后 台湾这一方 刚好有几个机会 我后来写到这边 我记得说 台湾印记还 还不错 我们在58 59 60 那个整个就 不是全部的管制都解除 就是一部分的管制解除 一部分管制解除 这边的力量就大到说 可以带动我们台湾的 那个高厂长 好 这个即使我这样讲 你也不见得相信我嘛 对对 那我刚讲就是我书里面 就陆陆续续就找到一些 我认为就运气非常好 找到一些 我非常可靠的证据啦 但是 一般人读我的书 不见得会很注意到这一块啦 但是那一块 对我来讲是 对我来讲是蛮重要 对 所以 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个管制 来讲的话 你觉得那个主要的 明确的证据是什么 就是说 推动这个 让台湾的 第一个说管制解除 那 大概有哪些主要解除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讲 先讲最简单的 对不对 你平常会买蛋吗 买蛋会啊 对 那你 你大概三月底会去买蛋 你会发现你买不到蛋吗 嗯 就是 还是买到 但是就是 有点困难 对对对 你如果是花时间跟花钱 还是可以找到 对那你有觉得说 这个买不到蛋 这件事情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吗 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 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认真说起来 我没有觉得买不到 但是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 你这样还好 你住哪里 我住台北市 台北市 OK 有一天啦 这应该是四月下旬 我有一次 有一天我就要去测试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值得一讲 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跟 那个管制的思维是一样 对那有一天我住在新庄 我就出去 我先到全年 全年的话就上面是空空的啦 接下去我到一家 那个便利商店 那便利商店 名字我先就不用讲了 进去 那没有 没有就问那个 问那个柜台店 他就说了 没有 他就没有 我就转到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这是另外一家便利商店 我就那时候刚好是 那个店长是一个妈妈 然后那一天小孩子在帮忙 那我就问他 说那那个小孩子就进去 问他妈妈说 妈妈有人要买蛋 对那妈妈就从里面出来 他就问我说我要多少 那我就想一下说 因为一般一盒是10颗嘛 给我买10颗 然后他就进去 就拿出10个蛋给我 拿出10个蛋 我就问他说 原来要问才有 他说不是 这些蛋原来是主茶叶蛋用的 OK 然后他就他就卖给我 就这样 那我就非常开心 一颗9.5块了 其实有点贵 但没有关系 买到我就开心嘛 我又找到另外一家 就是另外一家便利商店 我们大附近 刚好有几家便利商店 OK 我是在做调查 我是在做调查 那调查我就问 问了 到另外一家 他说没有 然后他这个店长还不错 他就很热心 我就问他说 什么时候会进来 他说通常是下午3点到4点 然后加一句话 他说 不过没事只进一盒 没事仅一盒 没进一盒 然后一下就被卖光 这样好 然后我就了解 买蛋是这个情况 那这是经济学的问题 我现在是要用这个例子 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 这个活生的例子 是在讲说 为什么买不到蛋 那经济学 对 我这个家可能有点点抱歉 就是我不晓得你当初经济学 是主要重点是放在哪个地方 那这个没关系 就经济学的概念里面 没有买不到蛋这个事情 什么叫买不到蛋 就是以最近的情况来讲 是因为供给减少 那台湾一天大概需要 消费2000万个蛋 那最近因为种种情况 我们蛋的供给就 低于 就低于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 就1600万个蛋 就少400万 少400万 那其实非常简单 那我用另外的例子来讲 你就非常清楚 我们台风每年 最近几年没有台风 那以前台风来的时候 你的蔬菜的供给 一定会减少 对下降 对 供菜会减少的时候 我们这个蔬菜的价格 市场是有一个机制的 那个是一个 早上在那个传统 在那个台北 果菜运输公司 他早上是 是拍卖的 那拍卖的话 当今天供给减少的时候 那个拍卖价格 就会上涨 对 你不可能买不到蔬菜 就是在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蔬菜价格 就会上涨 蔬菜价格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它是拍卖决定的 所以运到 运到那些传统市场 过去每一天来10公斤 今天只会来6公斤 所以一把就会上升 你不会买不到蔬菜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但今天少40% 或20%都可以 你也不会买不到蛋 你会出现的情况是说 蛋的价格就会上涨 那蛋价格上涨的时候 有些人就不会买 对 那我以前一天吃一个蛋 我现在三天吃两颗可以 我四天吃两颗也可以 对 因为它价格上涨 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买不到蛋 你不会有那种蛋荒 我们现在有个 后来就出现一个名字叫蛋荒 对 接下来就问说 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蛋荒 因为管制的结果 好 那这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细节 我要把它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 我们蛋的价格 不是竞标决定的 我刚讲的那果菜市场 是竞标决定的 对 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决定的 所以他们有一点 有一点决定价格的方法 农委会不让那个价格上涨 农委会不让价格上涨的话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蛋农 你是蛋商 对 他们那个价格 受到这个农委会的影响 对 所以你今天去跟蛋农 拿蛋的时候 你就跟蛋农讲说 对不起 上面讲说 这个价格不能上涨 对 蛋农说 不能上涨 我就不用卖给你了 他就从其他的管道卖出去 所以整个蛋 在不足的时候 有些地方是买得到蛋的 大部分的蛋 就跑到那个地方去 OK 那你现在就问说 那农委会到底脑袋发生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要管制价格 我不太能够猜测农委会的想法 是 他就觉得说价格不要上涨 但是不要上涨 我刚讲就是说 你不要上涨 不会解决 你消费2000万个 那只有攻击1600万个 你这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他后来他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就说 那我来进口蛋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以前的蛋是管制的 进口是管制的 你又问说 进口为什么管制 那这个要去问农委会 我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们把前面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台湾自己本身 缺400万个 价格就会上涨 价格上涨以后出现一个情况 那些贸易商 他就从国外 进口 蛋进口进来 这个蛋进口不需要农委会 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报纸 就说 这个农委会是专案进口 表示他以前管制进口 那我现在讲一个 政府管制的故事 那跳到我那个书 我书在写 那个19454647 我们那时候发生米荒 米荒 一样是管制的结果 那管制的之下 就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一些 就是造成 对某些人其实没有影响 你如果是在农家 其实你不受影响 但是你在都会地区 你就会受到影响 这是管制的思维 那你这边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 那你为什么要管制 这个老实说是一个好问题 政府管理就觉得说 我如果管制上价格不要上涨 表示我有在照顾老百姓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你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对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他没有在想这一块 所以总之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 听众对于经济学的理解 大概可能有一些落差 那总之 大家可能会听过 供给跟需求之间的关系 一个经济学很基本的原则 所以理论上来讲 供给跟需求决定的价格 那当需求增加的时候 价格它当然会上涨 那今天供给不够 那价格也会上涨 所以今天简单来讲 就是今天如果说 但不够了 我们就让价格上涨 那就结束了 这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但是当有一双 看得见的手 去控制这个 或强迫这个价格 不动的时候 那这个现象可能就会持续 比较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解决了 那对那所以 回到老师刚刚讲的 所以那我比较 当然书里面有写 但不过我们 我们会不会讲一下说 那当时尹仲隆在1958年 他要解除的管制的东西 有包含哪些呢 那这个东西 你要了解这个部分的话 就变成是说 你要了解1945到1949 1945到1949 我们就有一个 严重的恶性物价膨胀 那这个背后因素 我想我现在暂时就不要管它 1949公民众训练到台湾来 台湾来他们基本上就 因为上海本身 有个恶性物价膨胀 这造成老百姓 非常痛苦的经验 所以他们到台湾来以后 他们就非常担心 物价膨胀会在 会在前面 对 好 他就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台湾那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一般比较少谈到的 就是我们的外汇不足 那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外汇的话是 比如说 我们今天讲外汇的话 就是国外资产 或是外币 比如说一般 一般人我们可能在家里 比如说你有银行存款 通常用新台币 对 那现在你要换成美元外汇 跟就是美元 那跟资源其实也都 也都蛮简单的 所以就说 一般人家里都持有外汇 对 那另外这边引申出一个概念 就是中央银行会持有外汇 基本上中央银行是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 整个政府部门 我们会持有一些 就是国外的资产就这样 那中央银行或是政府部门 所持有的这些国外资产 我们称为外汇存底 那我们把民间持有的这个东西 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外汇 但是政府部门持有 是中央银行负责的持有 那个叫做外汇存底 那今天的外汇存底 你不管你懂不懂精确 大概你都听过说 我们现在外汇存底非常多 这个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1950年的时候 我们的外汇存底是零 见底 OK 那这个有点点背景 这个背景我想 我也先就先跳过去了 对 那对财经官员来讲 他担心两个问题 他担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就变成是说 我现在物件膨胀非常严重 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现在外汇存底 见底 对 那你怎么样增加你的外汇存底 你就是要出口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能够出口的产品 最主要就是糖 那糖你如果能够出口的话 你卖到日本去 那日本我们就可以赚一些 外汇进来 那我们也需要外汇 譬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个蓬莱米 我们蓬莱米需要那个肥料 那肥料我们 进口 日本时代台湾自己本身 没有太好的肥料工厂 所以我们就要进口 那我们那时候要发展仿制业 所以我们也需要买那个棉花 就这样 好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政府官员就在 这两个东西这边纠结在一起 他希望能够减少 二线物件膨胀 但是这个部分 国民政府官员 几乎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那时候 用最多的就是军费 国防支出 那国防支出 为什么用最多 因为一方面当然是 马逊龙要来打台湾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蒋介石想要反攻大陆 因为美元进来以后 美元就说你安全应该可以确保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多 对不对 蒋介石就说我要反攻大陆 所以那个军会就一直进去 那一直进去以后 你的那个财政知识 就没有办法删减 没有办法删减的话 你的二线物件膨胀的压力就一直都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外汇存底见底 外汇存底见底的话 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在日本时代 我们出口的商品有两个 一个就是铜奶米 那一个就是糖 对 糖 我书里面也讲了这一块 就是我们 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台湾的糖没有比较利益 所以你可以出口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竞争 那稻米 我们可以出口 但是讲解 但是国民政府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稻米要保存下来 留着让老百姓跟军队吃米 所以我们就不要出口 我们两个日本时代 最重要两个产品都不能出口 我们就开始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不能出口 就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那个赚外汇进来 对 好 1950年代初期 你面对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的话 我因为要讲解释什么管制 对不对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就少用外汇 少买东西 我如果少买东西 我就管制商品的进口 本来有些商品 那我就管制你进口 如果有些东西非进口不可 我就可一个非常高的关税 大概就是做这样子的做法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产生另外一个结果 这里面跟汇率有点关系 这个我不晓得要不要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汇率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如果让新台币贬值 这个其实可以讲得清楚 就是花点时间 你如果上新台币贬值 贬值的话就 像我们今天都知道 央行过去24年就要让新台币贬值 竹子生 你如果主生的话有一个好处 台湾的产品 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是30块 那如果汇率是30的话 我们在美国市场是卖1块美元 对 我如果汇率变成40块 我们新台币贬值的话 这个比在国外市场是卖0.75元 所以主生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的出口 那我如果这样讲 你说那这样50年代的话 我们应该让新台币贬值就结束了 对但是我刚不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吗 我们有个恶性物件膨胀 你如果主生新台币贬值的话 我们的进口的肥料 在台湾市场上会变得比较昂贵 我们的进口的棉花 在台湾市场上会变得比较昂贵 这件事情本身会让物件膨胀比较严重 所以它两个是互充的 它两个就对 就有一点 你可以讲说它有一点点冲突 那整个50年代就一开始 我们就有定下一个汇率 汇率以后 但是我们的恶性物件膨胀持续 如果你让市场机制的话 新台币其实是应该会贬值的 50年代初期 整个的政策就是说 我不能让新台币贬值 然后一直压抑它 然后另外我管制进口 那这边就开始衍生出来 我书里面也讲到就说 我如果不让它贬值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出口 对出口没有帮助 所以就开始演变出所谓的 富士汇率制度 多元汇率 进口的三品 进口的三品 我让新台币价位比较高一点 那出口的话 就让新台币的价位比较低一点 就是出口这一块我就贬值 进口那一块我就不要贬值 这个就是双元汇率 但是也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新台币 还是没有反映那个市场的价位 所以我们的产品 虽然你做了这些事情 你还是没有办法出口 对 所以到最后整个 整个50年代 从5051 一直到5758 那这边就回到美元 美元的话 他们在1954年就到台湾 台湾就写的一个 就是经济 他们有个经济顾问堂到台湾来 他们看到这个情况 他就说 你做所有这些东西 即使对整个经济情况没有帮助 对 然后你如果让新台币 反映他真正的市场价位的话 台湾的产品才能够出口 你才有机会 就是增加你的外汇存底 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建议 我们的官员就一直抗拒这个想法 1958年那个整个改革 整个改变 等于是到58年跟57年的 真正的重要改变 就是说好 他们就接受美方的建议 对 把云的那个多元的汇率 后来就把它 其实经过两年 经过三年才变成一个单一的汇率 而且那个汇率就后来变成14块 OK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 那是非常关键 对 我刚讲这一段 我觉得讲的太长了 一般你要消化应该不是太容易 有什么是研究教学以外 以外的兴趣吗 我喜欢登山 hiking 就hiking 因为在山上 我通常走大山 不是通常走大山 就是我会去走大山 那大山就 闲着是闲着 我就会拍照 所以就登山拍照 然后运动 我算喜欢运动 从小就是 后来就好像就学到网球 所以对这个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 所以网球是最 即便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 还在打 没错 OK 所以摄影 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 网站上面有很多摄影的照片 所以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就从开始有钱可以买相机的话 对 所以也很早 然后我也不是一天到晚会在外面拍 但是有空就拍 然后在山上会有机会就有空我就拍 OK 然后另外小孩子出生之后 小孩子反正小孩子很好嘛 你拍照他就很开心 他就让你拍 到了一个年纪以后 你要拍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刚好就掌握到那个 OK 那一段时间 所以你现在还拍吗 现在我还拍 我对这一块算有一点兴趣的 就我拍照能力没有很好 但是我印照片的能力蛮专业的 你自己冲哦 现在比较冲 就早期是冲嘛 后来现在印照片是用那个印表机 那印表机的话 那里面有一点技术性的东西 OK 我也算喜欢动手动脚 OK 讲的更明确一点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人有一点 就因为从小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环境 所以能够节省成本我都有点兴趣 OK 那印照片这一块是 我不晓得你对这一块也没有了解 我们现在印照片是用 喷漠印表机 那喷漠印表机的话 机器本身不贵 但是墨水非常昂贵 对 那接下来就 就开始 因为这是经济 其实这是经济学 就开始有人用替代墨水 对 那替代墨水的话 有品质好跟品质不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替代墨水 如果品质好 它有个问题 它的颜色不会非常正确 品质好 所以颜色不会非常正确 所谓品质好是说 这个墨水本身不容易褪色 对 这个我现在讲 这个是品质在讲这一块 那你现在比如说 有一个原厂的蓝色 跟一个替代墨水的蓝色 那个两个并不完全一样 是 那所以你用替代墨水的蓝色 印的时候 它的颜色不会非常正确 OK 所以这当中就变成是说 好 那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教设 这是需要硬体跟需要软体 对 那我好像就后来 我就喜欢动手动脚 会有做的这些事情 OK 所以等于说 你试着用附厂的墨水 然后印出跟原厂一样的 对 OK 我还有一个东西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的网页上面有一个 我有个排版系统 我知道 我有看到 对 但因为那个 我比较不会接触到 OK 对 我在描述就是 这也是我的副业 不是副业 就是人一天到晚不能做一件事情 就突然有空的时候 就这边弄一下 那边弄一下 也是某种整个是你紓要的方式 OK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管制之外 其实后面花了很多时间 在讨论现代经济的 就是大概 就刚刚讲六年代之后到两千年 这部分 当然台湾处在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 那最后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说 从两千年到2020年 当然包含到现在 就是有所谓薪资停滞的一个情况 那里面当然有提到说 人均GDP成长是 还是有成长 但当然低于全球平均 这是所有开发国家 都会有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薪资成长 看起来就是停滞了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那你 书里面是提了有两个 就是所有的国家 大概都会面对到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全球化 一个是自动化 那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跟大家 就稍微讲一下 那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它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可能吗 还是它就是 所有的经济开发体 都是这个样子 我书一开始就讲说 台湾从1960到2000年 我们的快速成长 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 这样子的情况 那经济快速成长的背后 其实在讲说 这个整个经济不断在转型 那这东西听起来 当然其实有点抽象 你跟我讲转型是什么意思 我从经济角度来讲 这边有一个历史可以讲 就是1960年 我们是劳力密集产业 对 劳力密集产业的话 比如说纺织业 一开始最早出现 接下来就是电子业 电子业也不是像 今天的电子业 电子业一开始都是组装 组装的话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那个年代 你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你就是譬如说 甚至国小别 你可以到那个 组装厂去工作 那当然你学历稍微高一点 你的工作性质会不太一样 你如果学历高一点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做 那个quality control 那个评管那一块 那你如果说 你这部分能力没有太强的话 那你没有问题 你在组装厂试 实际上是还可以工作的 对 那快速成长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变成是说 我们经济快速成长 快速成长以后 因为整个产业不断在转型 对 不断在转型的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从1960 1970 1980 你可以想象 这个产品也不断在升级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们1960 那我们主要是组装电视机 后来电视机本身 这个产品到了一个阶段 它就饱和 饱和以后 新的产品就会出现 新的产品出现 你可以很容易想象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电脑 对电脑开始 那电脑整个的复杂成就比 比那个稍微复杂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还是做组装 对 那组装 但接下来80年代 开始慢慢出现一个 之前一个情况 就是 那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话 他们的工资比台湾便宜非常多 所以我们的工厂就 开始外移 其实美商或是这些外资工资 他有外移 那这个人类日子商 这个东西 无时无刻不再出现 好 那你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接下去我刚讲说 开始外移的 一开始是哪一些工厂外移 那个最劳力密集的生产线就外移 那原来我刚讲就在1960 1970年代 我们就从很多从农村 进到工厂的所有这些人 他那个过程当中 他如果没有机会去 比如说累积 他的人力资本 他的技术能力 他还是说 他可能把它做得非常好 但这个部分工厂不见以后 他真的 没有工作 他真的没有工作 他真的没有工作 那我应该退步讲 就是说 这件事情最早不是发生在台湾了 发生在美国 美国1950年代 60年代 美国的工厂外移的时候 原来美国也有 有很多那种生产线的工作 也是劳力密集 那像我那时候举的RCA的例子 在那个Indiana 那他们工厂外移后 这些人就 就很惨就找到工作嘛 另外一个 美国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 汽车产业嘛 汽车产业的话也是一样啊 那个迪特利整个后来整个 就整个情况就变得非常糟嘛 所以我要讲这东西背景是说 其实世界各国无所谓 这不只发生在台湾 你看那个美国那个生产线的工人 他们从1970年 他们的工资就停滞 那台湾的话 大概是到了1980 资料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1980当工厂开始外移以后 我们的薪资就停滞了 对 成长停滞 对 就成长停滞 那现在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那接下去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改变这个事情 那这个问题也不止台湾在问 美国他们很早就在问这个问题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美国 这些生产线员工 如果能够让他们的薪水所得上升嘛 那一直到今天美国中 你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其实效果都不是太大了 那太大 那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这个社会 整个产业都已经转型成 比较高附加价值的 那除非你的工人 除非你的工人 就是说原来有非常大的比例 是这些低附加价值工作的这些工人 所以这里面 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转移到 他能够做那些高附加价值的工作 工作 那如果有一部分转出去的话 那一个社会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需要一些就是靠劳力为生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移转出去的比例没有太高的话 整个来讲 这些人情况就不是太好嘛 对 所以我如果讲之后你就知道说 你也知道答案 你知道答案就是说以台湾今天来讲 那因为我们又快速的成长 所以那个事情的出现就很快 你如果说这个转变是慢慢的转变 那人在这个经济里面的话 你可能有比较多的时间 你可以慢慢调整你自己的能力等等之类的 我们又快速转变 所以让这个整个事情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也可以说过去40年 就是60到2000年的一个快速成长 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把整个的过程全部都加速了 就是比起其他国家来讲 而且你等于是在一两个世代当中 就会开始体验到这种相对的 没有那么高的成长 就你觉得以前30年前成长很快 但是好像怎么一下子 我们就跟不上父母那一辈 或是哪一辈的一个成长 好那当然这本书就是非常的厚 大概500多页 里面是真的从1620年的荷兰人的这个制台开始 进来都开始讲 那里面还有包含很大一块在讲路这件事情 其实蛮好玩的 我其实自己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 我在反刚中有犯一个问题 但时间关系我觉得或许可以再稍微聊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谈的很多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在讲那个中体经济这一块 就是整个大的环境啊 产业啊 这些外汇等等的 那我不知道你在过去对于比较偏个体的 尤其是这几年的行为经济学这一块 你有老师你有任何的研究或者是 没有 你有给了那个点 你问啊 我可以回答 对 就是说你在 你在学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 包含我自己在念的时候 就是理查赛勒在谈不当行为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那个当然也是在更之前 康拉曼他开始带入了 就是心理学这一块到个体里面来的时候 发现很多 我当初在念经济 很多时候经济学在跟我讲的说 人是理性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时候一开始就学说人是理性的 如果这东西效率很高的话 那你应该会选择这个东西 那很经典的一个实验就是 囚犯里面在分章这一块 就是赛局理论这边里面提到的 那但是通常的时候里面会牵扯 当我们就实验来看的时候 发现人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会觉得不公平 所以他就不愿意 照他的所谓的经济理性 去判断这件事情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会不会跟同学提这些 比较不是传统经济理性的东西 我通常不会这样分 我书里面讲了两个故事 是跟月时有关 月时就是月亮 Eclipse 那第一个就是在1899 日本到台湾来 他们在宜兰 他做的就记录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牧师 我吓死忘掉他们的名字 在1870年他到嘉义 那月时出现以后 那个县令 县令就是 就我出来跳舞 对 那跳了15分钟以后发现 有效 有效 对 好 那我们如果这样问说 那时候老百姓也觉得有效 那个县令也觉得有效 对 这个东西是理性还是不理性 以现在的角度看 很难 我觉得他有一个想法 然后他照他的想法去做 然后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可以说他是理性的 没错 那对我来讲理性 你刚刚讲说 好像他做一些奇怪的 跟经济学的理性不一致 但是我觉得一般 每个人在谈理性 这两个字 想法都不太一样 对 那我自己的定义蛮简单的 理性就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做了以后对我有用 我就会去做它 我们有一个诱因 然后做对我有用 但是我们同样面对一件事情 你面对它跟我面对它 对 我做 你不会做 我会做 那没有什么对或不对 因为我做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队友有用 我们有一个抽象的概念 叫做效应会提升 对 那你做了以后 你觉得说 对你效应会提升 对 那我们的 你要用一个非常 所谓专业的术语 就是说 我们的information set 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的资讯集合 可能不太一样 也不需要谈到那个部分 就是每个人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不太一样 那经济学 我自己本身说 什么叫rational rational就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这个队友有用 所以我就会去做它 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我来讲 我的解释 是这个样子而已 不过当然 不会建议 大家会同意我这个解释 因为我这个解释 好像变成一个totology 对不对 好像是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好像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都是理性的 那这边 但是我一直说 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要去面对它 你如果要降谈 你就会面对它 那从我这个角度 从我刚刚的角度出发 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今天 好像经济学的 所谓的理性经济学 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的话 经济学家就说 我们没有 从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问题 经济学家并没有说 我们解释的所有问题 其实没有 绝对没有 真的是绝对没有 只是说 这个有一些 我们不太了解的东西 这个历史非常多 比如说在不确定的行为之下 那我们有一个 如何解释 如何解释 人在不确定的行为之下的 这个行为 50年代就有一个理论出现 其实很快大家知道说 这个理论好像不太对 因为它真的没有办法解释 某一些情况 我的了解没错 那个Pazel 一直今天都还在 那所谓Pazel 一直还在就是说 那经济学就承认说 经济学家就承认说 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它 对 大概就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继续去研究就对 那科学都是这样子 科学就 所有的科学 你要讲说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对 我们解释的一些现象以后 就马上一些现象出现 你说自然科学是一样啊 历史 那个今天所谓的历史物理 也是他们有一些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OK 我不太确定如果我提那个教育制度这一块 我们会不会再继续谈太长一块东西 你就把我打断啊 你就把我打断啊 没有了答应该蛮简单的 对 因为我知道老师有写过非常多的文章 在讨论台湾现在的教育制度 那包含了学费管制跟这个学校管制的部分 所以听起来你的主张就是我们要减少管制 就是在不管是就主要就是鼓励公立大 就是政府不要再去补助公立大学 然后应该要让民营单位有更多的介入 你这个讲法有点简单 太过解化 不是不是太过 就是说这样子的讲 我的讲法是这样 就是说 首先我要讲说政府在现代经济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那我速写出来以后 因为我最后一句话是在讲说要减少管制 那管制本身每个人理解不太一样 有一个人他也是经济学家 他跟我讲说 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那个管制那两制的范围 要把它界定清楚 那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些观念 你要谈一个一般性的原则的话 大概变成是说 比如说我常讲Feedman Feedman他就讲说 这个商品的交易 他如果有外部性的话 政府一定 就政府介入应该会 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经济学家并不是说 政府都不要管制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背后还有另外东西 是在讲说 这些商品跟服务 他如果没有外部性的话 你让市场竞争 到最后结果会比较好 OK 市场竞争会比较好 那市场竞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教育 高教我认为是比较 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看法 那今天市场有啊 有竞争嘛 对 但竞争就市立学校 就手跟脚都被绑起来嘛 因为市立学校就 交部管他所有事情 然后管他的学费 那市立学校的学费 大概现在一年大概是12万 那公立学校 学费一年大概是6万嘛 那背后的因素就是因为 交部就给公立学校 非常多的管制嘛 那这边就变成是说 所以市立学校很难 跟公立学校竞争 那什么叫竞争 就是说 我今天想要聘 一个比较好的 比如说 你如果有去了解 那个市立学校公立学校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市立学校花比较多的时间 要求老师把书交好 这个我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 那但是市立学校 比如说我们讲说 市立学校我现在在某个地方 看到一个好的老师 对 我想要把他找来 想要把他找来的话 你看公立学校 怎么会把他实力学校去 薪水完全一样 他用一些明目 给他比较多的薪水 但是那个东西非常有限 然后公立学校的老师 跑到市立学校去之后 他的退休金就 你看少那么多 没有用意 完全那个竞争的机制 就被打破掉了 那对我来讲 品质来自竞争 这个是 我可以讲三次 对不对 品质的提升是来自竞争 没有竞争的话 就没有品质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高教 是这样子的情况 OK 最后我们稍微让读者 有一个理解好了 就刚刚提到外部性 这件事情 老师可不可以 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外部性 它代表意思是什么 外部性很简单 很多例子 就是说今天有个工厂 然后他 现在比较少 但是其实还是有 那就是早期的话 比如说1970年 1980年代 有一次我去 我去那时候还在寿司 寿司 那个污染 往河边排 这就是外部性 那那个 我特别举台话 也不是说 我要特别责备它 因为我们那时候 整个这些 关于那个 污染管制 东西都还没有 建立起来 所以你就会出现 这个情况 这就是外部性 外部性的话 你说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在市场机制里面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绝对没有办法 所以定义 应该是说 它的行为 会影响到 其他人 然后造成增加的成本 那这样子 对 OK 那像 以今天来讲 就是 当前 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就是 二氧化碳排放 那二氧化碳排放的话 你工厂 开车 其实开车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说 你二氧化碳排放 一个非常重要的 排放来源是车子 就是你引擎在那边燃烧 那你就会排放 二氧化碳到大气里面 那大气里面的话 它不只影响你自己 因为它就影响 其他的 就是温室效应 然后对景然产生影响 对 那这东西就变成 政府要介入 OK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这个吴聪明老师 来马六培你喝一杯 那我们今天谈的 一开始 主要在针对 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一本书 叫台湾经济400年 那这里面就是 真的从 16 24年开始 去讨论 台湾经济的一些发展 所以到2023 就几乎快要 400年 1624 对 就差不多400年 那 当然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对于 就是中 后段 会比较有 感觉啦 因为毕竟是进入到 比较近期 尤其是到 大家可以 可以比较容易 理解或 得到知识的那一块 那 一半以前 可能就是更早期 300年前左右的一些 事情比较难 去理解 但我觉得那个 整个分析都蛮好玩的 所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是个人蛮推荐 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那另外 我们也聊到了一些 关于老师 过去的一些 生涯发展 然后 为什么会走到 经济这一条路上 那这边就很多 有趣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玛丽 谢谢玛丽